我們再來介紹唐宋賞文 唐宋賞文裡面我們一講到唐朝的賞文 就一定會提到唐宋八大家 唐朝跟宋賞一共有八位 韓韻跟柳宗元他們兩位是唐朝 這些人是什麼呢?宋賞 唐朝跟宋朝 唐朝兩位 韓鈺跟柳宗元 韓鈺這一位他對賞文非常有貢獻的地方 就是說他提倡什麼?五文運動 提倡這個賞文要復古 好 所謂的復古就是說希望能夠又恢復到他最原始的 就是能夠用很樸實的詞句把這個文章呈現出來 而且他希望說當然我們知道他以變 就是說以變古為復古對不對? 然後他其中就是我們看到說創造了一些新的詞彙 那這些新的詞彙裡面 他等於說是第一個也是講白話的什麼呢? 這個音節 自然音節帶到這個文章裡面去的人 所以他提倡這個賞文是復古 所以我們常常說唐宋八大家他們最重要的是 因為韓鈺提倡復古運動 那麼我們知道說韓鈺他非常反對佛老思想 好 那想想看在那個另外韓鈺已經是中唐了 中唐等於說是經歷了這個暗路山之亂以後 唐朝已經開始有點不是像之前那麼樣的強盛 所以而且這個皇帝每天又沉迷於這個佛教的事情上面 那所以在那個唐朝的時候 同學也知道說埃耶唐三藏去取經的故事對不對? 玄奘到出死印度 然後就一些佛典就把他帶到中原來 帶到中原來之後就開始了很多人 就去沉迷於這個佛教的這個思想裡面 那他非常的反對 所以我們就常說這個韓鈺他認為說 一個國王應該要好好地把國家治理治理 讓百姓的生活能夠安定 而不是說你每天都在那裡去從事 這個佛老思想的這些去研究 所以他是反對的 那麼再來就是說這個第二位柳宗月 那介紹第二位柳宗月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說柳宗月他很會寫什麼? 他很會寫遊記對不對? 他是擅長寫遊記的 他是很擅長寫遊記 這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一種寫作的題材 那這也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麼這兩位當然我們知道說這兩位是在唐朝 我們只知道唐朝的詩人非常的多 那寫這個古文裡面當然這兩位就有巨大的影響力了 那麼再來到了宋朝的時候就有了 歐陽修真拱 這個是讀作拱 蘇徐 蘇氏 蘇冊跟王安石 那這一位蘇徐是爸爸 然後蘇氏跟蘇冊是他的兒子 那歐陽修在當時的文壇上 我們稱為文壇盟主好了 那也就是說他在當時的這個文壇上 是非常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的 而且地位非常的崇高 而且所謂的盟主當然就是說 他是一個頂尖的文學家 那歐陽修他那個蘇氏跟這個真拱 是歐陽修的什麼 學生 這是兩位 那麼也曾經對王安石、蘇冊還有蘇巡 他們他也是非常的大力的去提拔賞事 所以這個唐宋八大家裡面 那這些人物當然我們知道說 蘇氏的詞寫得非常的好 但是他的賞文也寫得好 那同學可能只知道他不詞、不了解 那麼王安石因為跟蘇氏是兩個死對頭的 那個王安石他是提倡新法 那麼這個蘇氏跟那個司馬光 他們這些人是屬於舊派的 一個是新派的、一個是舊派 所以舊派的當然跟那個王安石要變法 新派的他們是對立的 那對立當然我們知道說 這個新的皇帝比較想要改革 所以這個王安石在得意的時候 那蘇氏就遭殃了 為什麼?因為他是反對的嘛 對不對? 然後就讓他扁足到很遠的地方 所以蘇氏因為這樣子 所以也讓他的這個詩詞的內容就變得非常的豐富 因為他經歷了太多的事情 和他經歷了很多的地方 游覽了很多地方我們也這麼說 那這是唐宋八大家 那唐宋八大家同學希望把他記下來 那這個是在唐宋的散文 對不對? 那麼在唐宋的時候 那還有一種叫做語錄和傳奇這兩個 那麼語錄起源於禪宗 也就是說他最早是因為說禪宗 這個師父跟弟子們講很多的這個道理 講一些這個經典道理的時候 那就把他記錄下來 就有點像語錄就有點像那個孔子對弟子講的一些教訓 一些道理 弟子把他記下來 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麼他們一開始這個禪宗他不寫書的 就是說老師父就講一些告訴他的一些門徒 講一些這個有關於什麼呢 有關於這個禪宗的一些這個道理 那道理只是我們也就是說他們在布法 那他是在說法 而不是在寫書 對他們一開始只是宣傳他們的這個道法 好 然後這個是禪宗 那後來因為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弟子就把師父說的話就記錄下來 所以這種問題因此也叫做語錄 那他是幹嘛呢?用來記錄譬如說演講 對一些講稿 或者是一些討論的東西 甚至於到了宋朝的時候 有一些什麼他們這個宋朝的一些這個文學家 就是有學問的人他們講學的時候 他也是用這個語錄 老師坐在那裡講 對不對 而不是老師在家裡這個寫書 著作 好 那也採用這種寄言的體制 所以我們說這個語錄呢 也就是寄言 他就是說把人家說的話把它記錄下來 好 那這個是我們說這個語錄 語錄就是也是他們的文學 也算是這個賞文的一種 好 第二個呢 我們叫傳奇 欸 我們講到那個 有一些我們說最早的有結構的小說 就是從傳奇來的 那麼一開始呢 它等於說是故事很短 可是只有一個世界 然後慢慢就把它變長變長變長 最後變成什麼 長篇的 那這個傳奇故事裡面 既然是傳奇嘛 就是有傳說和奇奇怪怪的事啦 對不對 那有愛情的故事啊 或者是有一些這個神怪啊 或者是人鬼相愛啊 相戀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俠客啊 這些故事啊 那這個就叫做傳奇 所以它算是我們早期的有結構的小說 也就是說在唐宋的時候呢 這個語錄題開始出現了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傳奇 那這是 那在傳奇裡面呢 我們大概比較熟悉的就是求染客傳嘛 那就形容一個 這個一位那個俠客 他怎麼去幫助一個這個唐太宋嘛 那個時候去幫助他來建立一個這個一個國家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紅佛女啊 這些等等 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傳奇的故事 那再來呢 我們來介紹第三個就叫做畫本 畫本呢 我們說白話小說的老祖宗 也就是說 它是最早最早小說的一個 怎麼樣的起源 就叫做畫本 就剛開始講的 那你一看畫本就知道 什麼叫畫本 就是說話的這個世界 對不對 一個根據 好 那我一開始先用說的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再來我可能就開始用寫的囉 把這個記錄下來 然後今天寫了一個一個段落 明天再去寫一個段落 然後把它連換起來 所以呢 它是白話小說的老祖宗 所以一開始就是說故事給你聽 那說故事很簡單嘛 對不對 欸 我今天講 然後明天我再回去想想看他在講什麼 再繼續延續下來 所以說這個畫本 那這個畫本呢 我們當然知道說 它整個的流變 從變文到畫本到將會小說 將會小說就非常的多了 對不對 好 將會就是第幾章 第幾回 它有分 所以叫將會 那同學如果回去看那個什麼 《水谷出來》也好 《三國演藝》也好 你就會發現裡面《紅樓夢》也好 它都有第幾章 第幾回 然後呢 第幾章 然後後面有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 哇 好多回啊 就把它那個故事 一會一會連接下來 所以它是這樣來流變的 那這個流變的時候 同學就會說 欸 變文是什麼東西啊 好 這個變文是什麼呢? 變文就是常常啊 這個佛家呢 向民眾講述這個佛典 佛典的這個故事 那我們知道說 佛典裡面也有很多很多故事啊 那這些故事呢 它就講給大家聽的時候呢 連說代唱 欸 一開始呢 是向老百姓來宣揚佛法 對不對 然後先講佛經的故事給大家聽 然後呢 它連說代唱 就是它裡面 欸 有說的 也有唱的 然後呢 就慢慢就把這個呢 欸 變成了什麼呢? 我們就叫做變文 然後呢 後來呢 就變成開始 欸 變成畫本 然後畫本呢 最後又變成章會小說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就是說 那個這個變文呢 是跟國家有關係的 跟那個國家宣揚這個佛典故事 然後這個畫本呢 就是有人會怎麼樣 一邊怎麼樣呢 一邊講故事 他講故事給你聽 然後他是有一個什麼底本 就是我們講的一個草稿 一個那個底本 所以我們叫 可是我可能先把它寫在一個 寫在史上 然後我再開始 照這個我寫的這個故事講給大家聽 所以也就是說 一個是佛家講故事 一個是一般的 我們說一般的人的話 他會講故事給大家聽 然後來闡述這個整個故事的這個過程 所以它是兩個 那這兩個字最後呢 也就是說 有了講故事 因為有了講故事 然後故事有的可能是短的 有的比較長的 有的還連著 還連到最後呢 就變成了章會小說的由來 所以章會小說也就是一開始從這樣這樣過來 前面講過說 欸 有畫本 畫本呢 就是說他們藝人呢 連說帶唱 講故事給大家聽 然後還有動作 還有表演 看起來非常的精彩 然後呢 演一集 再演一集 再演一集 就是一段一段一段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我們說從畫本演出來的小說 就是像這些 水浮傳 西遊記 三回演夜 紅樓夢 像這些也都是畫本來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畫本是白畫小說的老祖宗 好 那就是這樣 就是說它是從畫本 就是一開始小說的來源是從畫本 那畫本呢 再往前面就變成說 就變成說 一開始也是有人 就開始講佛典的故事啊 他們這個故事 然後還有人呢 就開始在那裡說書 那以前就是很多人會在那個人多的地方啊 坐在那裡就開始講故事啊 還有一種就是說那個眼睛失明的人 那記得 就是以前就是很有名 就是說他們說 瞎子說書嘛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很會講故事 欸 講故事給大家聽 聽得很精彩 大家也可以投一點錢給他 所以他就慢慢從街頭 然後慢慢慢慢把它演變成這樣的長篇的 那水浮傳 西遊記 三回演夜 紅樓夢 那這些就是從畫本演變來的 然後當時他們那個畫本在講那個 講故事的時候有得夾雜有啞言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像那個語錄啊 像他有一些雅言 文雅的詞句 也有一些他們當時人說話 那個比較通俗的 就是當時的人講話是這樣講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白話小說 那你不要把那個白話 跟我們現在的白話混在一起 那所謂的白話就是當時的人 一般說話的那種方式 那種詞語 所以我們叫白話 那麼歸納小說的發展 我們知道說 小說那我們來看從漢衛 漢衛的時候 漢衛一直到那個什麼六朝的時候 一開始早期的時候是神怪小說 大家從一些神話 傳說 然後慢慢有了筆記小說 老師現在講這個筆記小說裡面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們講的哪一本書 《誓說心語》 好 《誓說心語》這一本書呢 是在那個漢衛六朝的時候 算是很有名的 很具有代表性的 那麼這裡面當然我們說它是描寫什麼呢? 人物 品評一個人物的為主 所以它也是說繼續這個人的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這一部 《誓說心語》它裡面講這個人的故事 都非常的簡短 所以等於說很短篇 就是一則就是一個人的故事 一篇故事 所以這個算是筆記小說 而沒有連貫 然後他們的人物之間也沒有關係 然後一個一個人物來記的 所以我們叫筆記小說 那再來到隨唐古代的時候就傳奇小說 那這個傳奇小說裡面就很多了 我們剛剛前面提過的有愛情的啦 或者是行俠仗義的啦 或者是一些神怪的故事等等 那這個是傳奇小說裡面 然後等到了那個宋朝、元朝的時候 就有了平畫 平畫就是畫本 然後它這個就是真正的小說的一個 一個比較有結構的 然後一直到明清算是一個很完整的 就是到了明清的時候 已經到了這個小說的成熟期 所以才有了這個明清這些就是明清的作品 然後有一個就是這個三國演義就是元末明初 那所以他也是算是這個明 所以這個時候將會小說就是正式的 在當時是有具有這個影響力的 而且比較有名的 那這些長篇小說就出現了 好 那再看這個部分 明清的散文裡面 我們還要再提到一些就是說 有關於明朝我們讀書人都必須要會做什麼 會做八谷文 我們這樣說哇 這個人寫文章非常的八谷 那那個八谷文就是他們讀書人一定要會的 怎麼說呢?我們來看什麼叫八谷? 八谷的意思就是說用了顧就是排偶 好 那麼中間八谷有八排的文字一定是有八排 八排是互相對偶的、互相對仗的 所以我們稱它為八谷文 那這個八谷文我們又叫做什麼呢?四書文 為什麼叫四書文呢? 因為以前讀書人不是要讀四書五經嗎? 那它是題目呢?都是從這個四書裡面出的 所以又叫做四書文 所以也就是說你要寫文章一定裡面要有八谷文字互相對偶 所以叫八谷文 那這個是很比較 就是說你讀書人一定要會的這樣的一個體制 那麼再來那有人就認為說 八谷寫到最後啊 太怎麼樣? 太拘泥以這樣的這個中間八排文字 一定要對偶的這樣形式 他們就覺得說不好 因此有一些作家就提倡什麼樣的 他希望形式比較自由活潑 內容不要太作作 而要寫內心的感情比較真實的 所以說把你的真實感情寫出來 文章不用很長 要短短的就好 因此有了晚明的時候 明朝晚年的時候就有了很多小品文 那這個小品文在當時也變成了一股風氣 也就是說很多文人 也就是說寫這個短短的挺好的 而且又不用說一定要對偶啊 也不用有什麼限制啊 就是大家能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把你的體會、把你的感覺 真真實實地表達出來 所以就形成了一股風氣 所以叫衛文風喪 那這個是晚明的小品文 那再來就是我們講到同城派 同城派是已經到了清朝 那清朝的中葉就是中起的時候 因為他受到還是一樣他前面 我們講過說清朝、唐宋元明清、明朝的八股 還是影響了清朝的文壇 文壇的一些寫文章的一些格式 所以他發古文的影響下 產生了這個同城派的一些寫文章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句話非常的有名 就叫做天下文章在同城 因為在同城這個地方 為什麼叫同城派? 因為在同城這個地方出現了很多有名的大文學家 而且他們都是同城人 因此就把他們這一票子的人 因為在當時清朝中寫的時候 他們在這個文壇上很有影響力的、很有地位的 因此我們就叫做同城派 那我們剛剛講過同城派 因為同城派出現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 第一位叫邦邦 那麼他是同城派文學的開山主 那麼第二位我們來看這一位叫姚奈 姚奈是同城派文學的極大成者 也就是說到他的時候把他發揚得最光大 而且這個影響很大的 所以這個是姚奈 那麼後來因為這個同城派他強調的是什麼? 他們寫的文章要言之有物 物的意思就是要有內容 第二個言之有序 序就是有順序 就是很有條理 那他們強調的是這個部分 所以同城派的文學一定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序 那寫著寫著就變成怎樣? 就變得很弱了 就開始狹窄了 他的內容就被局限了 就變得比較狹窄 那狹窄以後曾經沒落了 就是有點衰弱 那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位叫曾國凡先生 那同學知道曾國凡他在清朝的時候還算很有地位 他不只是對國家有貢獻 在文壇上也很有影響力的 那麼曾國凡因為他的遠見 還有他豐富的廣播的學士 所以他又把同城派起死回生 所以我們說同城派中興者 就已經有點衰微了 然後他又讓他重新復興起來 復興起來 那能夠這個整個讓同城派的文學整個又延續了幾十年 那一直延續到哪裡? 清朝的跨藥後面 後面期間就是清朝末期 所以等於說是因為曾國凡的這個復興 讓同城派的文學又等於說七死回生了又幾十年 那這幾十年完了以後 就清朝已經到清朝的末端了 那這個時候有一位先生 叫梁啟朝 那這個時候梁啟朝的文題也很特別 也很特別 所以我們乾脆就稱它為梁啟朝文題好了 因為第一個 他寫出來的既不是這種前面規定的 一定要這麼規定的 言之有物 言之有序 對不對 他寫的也不像一開始那個晚明的小品文 晚明的小品文會影響到清朝的初期 然後再來清朝中期的同城派 清朝末期的就不是這些了 就是梁啟朝的這樣的文題 因為梁啟朝他能夠疊開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覺 就是它的文題很特別 怎麼特別呢? 同學們看 它文中啥有 啥有什麼呢? 禮語 就把一般說話的那很通俗的語言 引用在文章裡面 不用在那裡 每個字都很講究 對不對? 再來它甚至於裡面還夾雜了有韻文 押語有什麼不可 對不對? 我突然冒出兩句 押語也不錯啊 然後還有一些外國語 那但是我們說梁啟朝寫的文章我們想說 比風帶有感情 所以形成了一種非常特殊的魅力 在當時對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模仿的 學習的一個這個方向 而且你知道梁啟朝他剛好是在清朝末期 他剛好在那個中國的文學 已經有一些留學生從國外回來 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文學體 然後再加上那個比較古文運動的這些人物 就是比較維護中國傳統原始的那種格式的 所以他剛好處在新舊潮流剛好交替的那個年代 但是梁啟朝當然我們知道說 他寫出來這種很多的很特別的文體 當然對一些老人來 老一輩的這個學者來說 他說認為這寫的什麼東西啊 怪怪的 可是對年輕人來說就有相當大的魅力 而且梁啟朝寫的文章非常有感情 這就是他很棒的地方 甚至於他梁啟朝把這種文體擁鎖 甚至於演講 他去那個學校演講 哇 都是那個學生不搶著要去聽的 而且非常吸引很多的年輕的學生去學習 所以這個就是說特別提到梁啟朝 這位 那麼梁啟朝完了以後 再來同學就熟悉了 就是誰呢? 胡適 那麼胡適當然提上什麼? 白話文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因為梁啟朝的這樣文體已經有白話了 因為他裡面加有什麼鯉魚啊 然後甚至有外婆魚啊 那胡適他也是留學國外回來的 所以這些留學生他們帶來另外一種 就是顛覆傳統就對了 就是說他們形成那一股新的這個文體 然後這個時候胡適就提上 哎呀 不要再文言文了 就白話文了 那這個時候白話運動 白話文運動就出現了 他所這個唱稿是什麼呢? 他說文學的國語 國語的文學 那這是他的這個白話文的這個 他真正的這個希望說能夠推行下來 那介紹完這些就是我們今天一直到我們今天 到我們今天的文學的發展 又有了很多什麼鄉土文學 對不對 還有一些其他的文學表報導 文學鄉土文學這些等等就很多了 所以這個大致來介紹就是中國整個 這個散文的這個整個發展的過程 就到這個胡適的白話文這裡 那再來我們來介紹古典小說的這個作品的特別介紹 那這個地方就是有一些中國非常有名的書 同學應該去記這個作者 或者是這本書到底是在寫什麼東西 好 第一個我們來介紹《世說新語》 那《世說新語》我們剛剛講過說 前面講過《世說新語》是南朝的宋對不對 那劉毅慶他編了他召集了一些世人 一起來編輯這一本《世說新語》 所以也不是劉毅慶寫的 是他編的 召集了文人一起來編 那這個《世說新語》 那這個《世說新語》裡面當然是以人物為主 他是編東漢到東晉這些年間的一些民視 就是在當時在社會上還是有名氣的 這些人的言行、意識 這個字讀所義 就是說他們的故事可能在正史上 在歷史上沒有記錄的意識 就本來意識就是沒有正式記載的 所以他會把這些故事那裡面有很多非常有趣味的 那同學可能熟悉的有一些什麼 講一個人的個性非常的脊躁 常常因為這樣他就先寫一個故事 這個人的故事讓你去判斷一下看看 這個人即使各方面都好 他個性這麼不好這麼脊躁是不是得大、得體應該 或者是我們說是不是我們也要自己要注意一下 所以他編寫了這個《世說新語》 所以我們說《世說新語》是筆記小說對不對 因為他是一個人、一個故事 那就是寫這個人物一則一則的 他裡面就記錄了很多 那再來呢《水浮傳》 那《水浮傳》是元朝時奈安的作品 那麼他最主要是在講《行俠仗義》的故事 我們知道說《水浮傳》就是敘述什麼呢? 這個108條好漢的故事 他們後來因為受到這個打壓之後 他們就聚集在哪裡呢? 梁、山、柏這個地方 然後這些英雄豪傑都聚集在這兒 所以這個叫《水浮傳》 《水浮傳》 那以後我們再來看《三國演義》 它是《原末名初》那它是羅冠宗的作品 那麼因為這個羅冠宗的作品 它裡面還有 因為它是比較早期嘛 對不對? 《原末名初》 所以它裡面有一些雅言 就夾雜雅業 就是說它不是全部都是白話 那等到明朝的這些就開始純白話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三國演義》 當然它是歷史故事的背景 以三國的故事為背景 然後加以這個渲染的故事 再來《西游記》就是明朝的吳承恩的作品 那麼這個時候已經完全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說白話的張茴小說了 那《三國演》我們剛剛講過 它還有一點雅言對不對? 所以它也就是因為有雅言 它裡面夾雜有雅言 所以我們可以說有點淺顯的文言 它有一點雅言 就是有一點文言文的那種寫法 那麼再來就很白話 那白話就是當時的人說話的那種口氣 好《西游記》 那《西游記》我們當然也可以算是神怪小說 那不可能是有那些什麼豬八戒、孫悟空這些故事 鐵上公主、女魔王 這個都是《西游記》 所以它屬於神怪小說 那麼再來是金平美是明朝的 作者是藍令曉曉生寫的 那它這個都屬於白話、白話 這兩個都是白話的 那這四本書我們就叫做《四大奇書》 那《四大奇書》就是這四本 所以我們就不要搞糊了 《四大奇書》一、二、三、四 好 那再來介紹《聊齋志義》 那《聊齋志義》這本書 同學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寫什麼呢? 《妖虎鬼怪》故事來寄託那個《淮曉》 所以它這個《聊齋志義》 它等於說是雖然是藉著這個鬼怪 《妖虎鬼怪》的故事來說 一個最主要是作者所要表達的 是它裡面有一些有點諷刺、有點勸告 然後還有一種最重要是警惕的味道 所以說你不要 比如說你不要做壞呀 壞壞事啊 你會被怎樣怎樣啊 或者是不要去陷害人家呀 都是講這些 好,那在這裡面有這個作者 普松林 這是清朝的作品 那麼再來是《奴隸外史》 那奴隸外史同學又很熟悉了 對不對?清朝無禁止的 那麼奴隸外史它是在描寫 這個清朝的時候科舉時代 那些讀書人的這個熱衷公民的醜態 也就是說這些讀書人照理來說 讀了古代聖賢書應該是非常的遵守 這個聖人的這些教訓對不對? 和聖人的這個告訴我們一些做人組織的道理 可是呢,等他這個 這些人呢,讀了書以後呢 就當了官 當了官就不是一個好官了 他可能就是魚肉這個鄉里 人民啦 然後呢,或者是貪婪啦 或者是呢,這些人呢 這個做了很多不利於百姓的事啦 這些等等 所以呢,他這個《奴隸外史》呢 我們嚴格地說呢 它是一種中國最有名的一部諷刺小說 所以如果說中國有名的諷刺小說呢 大概就以這一本來為主了 所以它是裡面是諷刺的小說 好,那麼當然這些都是屬於比較白話的張悔小說 對不對? 好,再來《紅樓夢》 《紅樓夢》呢,只是曹雪芹寫的 他也是白話的張悔小說 那麼《紅樓夢》呢 他是寫一個 他是一個男主角跟兩個女主角 一個愛情故事 可是呢,他的這個故事呢 發展在一個家族裡面 所以呢,他算是中國一部 非常的屬於白話的 又是張悔的一個家庭故事做發展的小說 所以我們可以說《易貫之》 就是《易貫傳下來》 然後從主婦啊 這個男主角的主婦啊、父親啊 他們這一代啊 那整個一個大家族 大家族當初呢 在他的背景應該是乾隆皇帝 那個時候 應該是他們家族呢 說乾隆下江南 曾經在這個曹家 曹家是江南製造 製造就是專門做那個 這個布匹的、布匹 然後做這些布呢 運到京城去給那些文武百官啊、皇上啊 他們做衣服的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很有地位的 那乾隆下江南的時候呢 這個曹雪芹的主婦呢 好像去迎接三次還是兩次 就是去迎接那個乾隆皇帝 就住在他們家 所以可見他們家有多麼豪華 就跟皇宮、小皇宮一樣 就塞油水 這個是一個大家族 所以他們這個家族裡面的很多人物 大概同學如果看 看到最後都頭暈了 為什麼呢? 人物太多了 可是他卻能夠把每一個人物的特質呢 跟另外一個人完全截然不同的描述 所以非常的成功 那但是呢這個曹雪芹後來他們曹家呢 家到沒落 沒落到非常的可憐 那就是曹雪芹後來呢 就靠吃了這個稀飯來圍生 就圍生 然後他就終於就好像是這個一場夢一樣 前面是非常華麗的 很享受、富貴榮華的生活 然後一下子就到了一個非常的貧窮 甚至一貧如洗、連飯都吃不飽的一個人 所以他就去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寫他自己家刀沒落的故事 然後當然說這個紅樓夢其實他還沒有寫完 那後來有別人再把他補上去的 所以這個是紅樓夢 那麼再來呢是老禪有記 那麼老禪有記呢是清朝劉鶴所寫的 那麼老禪呢 因為他是清朝那個時候呢 這個老禪就看到當時的什麼呢 這個朝廷啊 這個政治非常的腐敗 然後他就很感慨 然後因此他就對於揭發那個清官的罪 或者是描寫那個景物非常的特別 那在這裡面我們也可以說 他是一部也是有諷刺的小說 但是他是因為既然是有記嘛 所以我們算是說他屬於有記 但是也有諷刺的意味在裡面 當然他也是白話張悔小書 那這是我們前面跟這裡講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古典的著名的小說 那麼再來呢我們來看六才子書 就是說有這六本書我們叫做六才子書 然後第一本呢我們就叫莊子 封舟寫的對不對 好莊子的思想 我們常常講到莊子的時候 就想到老莊子想 老子跟莊子 那麼他們呢屬於那種比較無為的 而且呢他們是我們如果用現在眼光 也可能他們是比較崇尚大自然啊 崇尚那個心靈的自由 所以呢他們是屬於逍遙派 比較豁達的人生 所以這個呢莊舟 莊子的故事 那當然我們講到這個莊子這一本書 莊舟啊他很有名的 就是說他常常說 我們看到說莊舟夢蝶夢到蝴蝶 醒來以後他就說我是蝴蝶呢 還是蝴蝶是我呢 他的意思也就是說人生活在世上 這個就像一場夢一樣 也可能你好像是活在夢境中一樣 所以呢他說那些很多東西很多名利呢 其實都不是真實的 他們很快就會離你而遠去 而且這個社會是很現實的 也是很有點殘酷的 那我們呢寄情山水吧 逍遙是再去吧 放寬心吧 所以這個莊舟 那麼李騷呢就是屈原 屈原寫的話 那我們也講過說李騷啊就是屈原這個 李騷的意思就是離扁 離扁的憂酬 那他這一本書也是能夠把 不只是代表南方文學的作品 處詞裡面這個包括李騷 屈原也是等於說是在這個將國時代 把南方的文學他能夠 他就把這個南方的這個文學的這個代表 他能夠表達的那個精神 能夠表達出來 比如說一個臣子對國家的忠貞 那當他得不到這個國王的賞識的時候呢 他這個仕途不得已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要一些豐富的想像力 來抒發他的這個強烈的 那個愛國的情操化、情緒 強烈的情緒 所以他寫的就是我們可以說是有一些神話 有一些非常的這個浪漫 非常的這個也華美的 好 那麼再來呢 史記呢 就是司馬遷寫的是正統的歷史書 然後呢 他是集撰體 寫人物為主 對後面的那些史書的影響呢 非常的大 那這是司馬遷 司馬遷有個這個做過太史曆 對不對 好 那麼再來就是杜甫的這個杜師 我們講過說杜甫這個人呢 我們叫師社 那杜甫的師呢 我們叫做師師 也就是說他的師呢 還能夠反映當時社會的 百姓的這個生活真實的一面 所以這個也是《財子書》子一 再來《水湖傳》 然後再來《西湘記》 那《西湘記》王世福同學看就知道了 這是哪個朝代呢 當然是元朝 元朝的戲曲 然後這個王世福呢 他寫的《西湘記》 寫一個書生 一個書生跟一個愛情故事 好 那這六本書呢 我們叫《六財子書》